高阳台 鹤舟草窗 继月中猪有孕 送王一孙 残雪亭音 清寒连影 飞飞玉管春佳 小铁金泥 不知春在谁家 相思一夜窗前梦 奈个人水隔天遮 但欺然满树幽香 满地横霞 江南自是离愁苦 旷游葱古道 归艳贫沙 怎得阎间 殷勤与说年华 如今处处生芳草 纵贫高 不见天涯 这首词的意思是说 庭院被阴处 尚有残雪堆积 透过莲目 也能感到清寒 浴馆中尖灰飞扬 不知不觉 已经到了立春时节 门前虽然 已经有金泥铁 却不知道春光来到了谁家的亭阁 我对你相思若渴 梦中迷离隐约相见 无奈 终究被天水淹遮 待梦境醒来时 更加欺然伤心 只见满树幽香 地上都是疏影横斜 江南离别自然充满愁苦 何况在古道上策马 都在积履天涯 只见飞燕归落平沙 如何能在信间之上 诉说自己空渡年华 如今处处长满芳草 纵然登上高楼远眺 也只能见芳草 齐齐遍布天涯 更何况 人生还能经受几度春风 几番飞红落花 我们来看看 出发 article 出发 出发 境 vent 在大ить 隐の 更大 选掉 Bird 选择 在 dall 选择 烹 谢谢观看